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媒体披露 美国将用紧急授权援助台湾5亿美元军备 神韵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 华人观众称感动又骄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全球新闻 在乌克兰计划发动春季反攻之际 乌东重镇巴赫木特的战局受到外界的关注 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首领普利格金周日称 他已经得到了俄罗斯军方提供更多弹药的承诺 从而将不会从巴赫木特撤军 周日 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首领叶弗里格金表示 已经收到俄罗斯军方提供足够数量的弹药和武器的承诺 可以继续对这座城市实施进攻 普利格金并暗示 瓦格纳雇佣军不会从巴赫木特撤军 在乌克兰即将发起大反攻的关键时刻 普利格金两天前周五却突然宣布 将于五月十号撤出巴赫木特战场 并痛斥俄罗斯政府官员停止弹药供应 导致他的瓦格纳战士大量牺牲 普利格金的立场大反转 并不太出乎外界的预料 此前普利格金也多次做出类似威胁 以博取关注度和筹码 普利格金周日还表示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指派 希尔盖·苏罗维金将军 与瓦格纳雇佣军一起工作 苏罗维金因其冷酷无情 而被俄罗斯媒体称为世界末日将军 俄罗斯将巴赫木特 视为攻打其他城市的必经通道 争夺巴赫木特的战斗 是俄乌战争中最激烈的战事之一 在数月的激烈战争中 俄乌双方都损失了数千名士兵 目前乌克兰仍在积极备战 春季反攻 与此同时 俄军正在疏散俄罗斯控制的 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地区 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说 该工厂周围现在的处境危险不可预测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综合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周六发出了警告 在乌克兰境内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 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可能发生核事故 俄罗斯任命的官员正在疏散附近城镇的居民 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至俄罗斯入侵以来 引起了人们对核事故的担忧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 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 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地区的局势 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 而且有潜在的危险 他呼吁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阻止一场严重核事故 以及其对居民和环境造成的相关后果 俄罗斯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官员周五表示 由于最近几天该地区的炮击加剧 他已下令疏散靠近的居民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日表示 居民们正在向亚素海沿岸的 比尔江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方向疏散 外界普遍认为 乌克兰春季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 很可能会在扎波罗热地区展开 该地区大约80%由俄罗斯控制 扎波罗热核电站自2022年3月起 由俄罗斯军队控制 位于蒂涅伯河畔 在这个地区 河水将俄军与乌克兰方面分开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峰、张瑞琪综合报道 美国德州达拉斯一家购物中心 周六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8人死亡、7人受伤 枪手被警方击毙 案件发生在达拉斯市郊区的 艾伦精品直销店 当地周六下午3点30分左右 突然有一名枪手闯入后开枪扫射 随后被一名警察开枪击毙 目击者视频拍到 从购物中心传出的枪声 警方表示 他们仍在确定枪手作案动机 在该地区经营16家医院的 医疗机构、医疗城市保健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其创伤中心正在治疗枪击案的受害者 其中最小的只有5岁 一名商场店员说 他听到不止一轮枪声 艾伦市约有10万居民 位于达拉斯东北约25英里处 德克萨斯州州长 格雷格·阿波特在书面声明中称 枪击案是无法形容的悲剧 并表示 该州准备提供给地方当局 可能需要的任何援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峰江丽亚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日访问韩国 与韩国总统尹熙悦进行了会谈 双方庆贺穿梭外交重启 并就发展韩日关系达成了共识 当地时间周日下午3点多 尹熙悦总统和夫人金剑西 在总统府大楼举行仪式 迎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夫人岸田玉子 这是尹熙悦就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欢迎仪式 安定文雄是12年来日本领导人首次访问首尔 也是对尹熙悦今年3月访问东京的回放 两国领导人会谈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双方都表示历史争端 不能阻止两国在国际危机面前加深联系 因为过去的历史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因此就不肯在当前和未来的合作中向前迈进一步 我们应该摆脱这样的观念 日本与韩国之间有许多历史方面的情况 作为日本首相 我认为我有责任确保我们继续努力 与尹熙悦总统和韩方一起克服困难 对于旨在加强韩美延伸震慑方案的《华盛顿宣言》 是否会扩大到韩美日三国合作 尹熙悦表示不排除日本参与其中 两国都面临朝鲜的核威胁 安全合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华盛顿宣言》是以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协议为基础的 但我们并不排除日本的参与 安定文雄也强调了加强震慑力的重要性 根据日美同盟 韩美同盟 日韩安保合作 以及日韩安保合作 我们在此一致认为 加强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很重要 两国领导人还表示 将在本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一步会谈 安定文雄此行标志着韩日恢复领导人间的穿梭外交 两国关系步入正常轨道 新唐人电台记者今夜韩国报道 周日 上千名来自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在曼哈顿的联合广场集体练功 并带来文艺演出 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 请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初回大地 天清气浪 在优美的音乐下 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广场集体练功 并向沿途驻足观看的民众 送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单 壮阔的乐音回荡在联合广场上空 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带来了 法轮大法号 宋宝 神圣的歌等曲目 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 法轮功学员也借此活动展现才艺 并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与幸福 我们纽约大法弟子在Uni Square举办一个 庆祝大法日的活动 一方面是庆祝 一方面也是向大家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在被迫害的24年之后的今天 法轮大法也红传全世界 在纽约也是有很多的人在学的 舞龙舞师贺新春 女生独唱我是谁 纽约上周的小玲花学校带来了春暖花开 库鲁斯演奏 私足之歌等演出 让现场观众欢呼鼓掌连连叫喉 因为我很喜欢中国的东西 我喜欢跳和强歌 平常他们都花很多时间 很多心力来锻炼自己的各种不同的记忆 演奏也好 舞蹈也好 都是为了让人们能够通过艺术 表演艺术的这样的形式 感受到这个艺术的美好 还有修炼法轮大法人的内心的美好的世界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来自纽约州纽约市的民意代表发来褒奖 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并表达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敬意 在接下来的周五五月十二号 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还会进行横跨 马哈顿的大游行 庆祝五月十三号的世界法轮大法日 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三十一周年 到时候新唐人电视台将会进行全程直播 欢迎观众关注观看 上千名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 为活动画上完美句号 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法轮大好 真善言好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上镜 纽约采访报道 报道披露 美国将用紧急授权援助台湾 5亿美元军备 路透社日前引述了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拜登政府计划使用类似援助乌克兰的紧急授权 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自俄乌战争以来 美国已经使用了35次紧急授权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这种紧急授权名为总统提取权 根据该授权 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无需国会批准 变革从美国现有库存提取物资 加速安全援助 五角大楼发言人周吴表示 国防部长奥斯汀 今年2月初级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时 曾提到他打算对台湾军援使用总统提取权 作为2023年国防预算案的一部分 美国国会批准拜登政府向台湾提供价值最高可达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路透社最新披露的对台湾的这批紧急授权援助 将是国会批准的10亿美元武器援助中的第一批 中共在过去三年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今年4月 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加州期间 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后 中共再次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军事演习 而自俄乌战争爆发后 美国一直将一些型号的武器 例如独自防空导弹 优先提供给了乌克兰 导致对台武器交付延迟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综合报道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中国新闻简讯 5月6号 江西遭遇今年最强暴雨袭击 宜春 丰城 丽村镇 清风河堤突然溃堤 导致四个村庄被淹 辅州市多地也出现特大暴雨 大量农田被洪水淹没 截止6月17号 官方通报 此轮暴雨灾害过程已造成 辅州市 吉安市 宜春市 新渝市 平湘市 上饶市 6个社区市 29个县 29.3万人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37.1千公顷 近期中国大陆多地再度出现中共病毒疫情 广东东莞市东城街道发布通知 从5月6号至13号连续8天进行核酸检测 引起市民恐慌 当地民众担心强制核酸检测或卷土重来 甚至可能演变成在此封城 据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 上海警方正在通过阿里巴巴警务云 建立一个全方位的监控系统 自动追踪不同类别的人员 并把外国记者和维吾尔人当成特别监控目标 只要外国记者预定前往新疆的飞机或火车票 系统就会自动通知警方 而如果有维吾尔人抵达上海 该系统也会发出警报 大陆投资环境恶化 江苏苏州昆山市的台商正在加速撤离 与过去三年相比 今年一季度 昆山市的台商货币项目减少了28% 新增投资额更是下跌了80% 昆山市台商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素有小台北支撑 随着台资撤离 昆山的荣景不在 就越机会大幅减少 有苏州居民感慨 昆山都快成空城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 稍后为您带来华府专访 绿色思潮的危险与真实目的 美国工业进步中心智囊团创始人爱波斯坦 近日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 石化燃料不会导致地球无法居住 而且实际上为人类繁荣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他呼吁人们了解绿色思潮的危险 合理利用传统能源 亚里克斯·埃波斯坦是工业进步中心智囊团创始人 他在新书《化石的未来》 为什么全球人类繁荣需要更多的石油 煤炭和天然气 而不是更少 中说 为了推进某一既定的政治议程 科学正在被歪曲或扭曲 我们永远不应该错误地认为 特定领域的一组特定专家可以支配政策 政策往往取决于多个领域 而且取决于你特有的价值观 爱波斯坦对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提出警告 认为那将对人类繁荣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剥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可负担能源 低成本 可靠的能源 用途广泛 可以为各种类型的机器提供动力 可扩展 可以为数十亿人和数千个地方提供能源 这实际上就是贫穷与繁荣 危险与安全之间的区别 爱波斯坦表示 化石燃料未来所提供的能源 与风能和太阳能等所谓绿色能源不同 而真正的绿色不仅要最大限度的降低水或空气污染 以及对自然美景的不必要破坏 而且要从根本上减少农场 工厂和道路建设 一切让这个世界适合80亿人居住 所以他们非常巧妙地掩盖了这种反人类 反科技的议程 看看绿色是多么光彩诱人 但是绿色是什么意思 只是意味着较少影响 而理想的绿色星球是没有人类存在过的地球 他表示 化石燃料实际上为人类繁荣做出了贡献 减少了人类因干旱造成的大规模死亡 因为每个人都关心气候 化石燃料实际上更安全 让我们免受气候影响 它给了我们抵消气候危险的能力 不只是供暖和制冷 而这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它还可以建造坚固的建筑 使用高能机器 也许最重要的是 通过灌溉和作物运输减轻干旱 干旱历来是最大的气候杀手 曾经每年杀死数百万人 有些年份死亡上千万人 根据人口不同有所变化 现在这个数字还不到1% 他希望人们了解绿色思潮的危险 合理利用传统能源 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 观众朋友 接下来请看财经100秒 美国联准会5月会议后 第一份出炉的非农就业数据极为强劲 虽缓解投资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但也让人对联准会暗示暂停升息 打上问号 芝加哥联邦银行总裁古尔斯比 周五表示 目前判断联准会6月是否升息还太早 联合国农粮组织5日表示 在糖价领涨下 全球粮食价格4月翻扬 唯一年来首件 但与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创下的记录高点相比 仍低了20%左右 饮料机构集邦的一份报告显示 由于美国对中共的最新技术限制 带来的压力 韩国晶片制造商SK海利市 将长期扩产重心转回韩国 已经推迟升级位于中国江苏省 无锡工厂的记忆体晶片 制造技术计划 笔电代工厂广达6日举办 家庭日继35周年庆祝活动 董事长林白礼表示 广达联众三元 已经成为笔记型电脑 云端人工智慧伺服器的龙头 广达未来会更壮大 还透露与梁次镇合作51年 当初没回香港 刘台创业是对的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神韵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 华人观众称感动又骄傲 5月6日下午 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 在新泽西纽瓦克 进行了第二场演出 华人观众称赞 神韵在世界的舞台上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令人感动又骄傲 我觉得这个 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宣传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 对 就是我刚刚坐到那里 看的时候 有一种心里的感动 就是觉得这么多外国人 来对我们中国文化 这么感兴趣 我觉得很值得骄傲 康女士来自中国大陆 目前是一名注册会计师 她对神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大家赞赏 其实我今天是带小朋友一起过来看的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 对于中国文化 比如说传统的西游记啊 这些舞蹈的理解啊 可能会更加深一点 平时她可能是 只是看看动画片 没有这么深处的理解 那今天看到人在舞台上 有这种 用舞蹈另一种呈现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教育 我觉得宣传传统文化 这个宗旨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种文化的机运 是要一直传承下去 从我们到下一代 她表示看到西方人面孔的神韵演员 在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 令她相当自豪 有外国人 对 我刚才在说 我看到 当我看到外国人面孔的时候 并不是很觉得他们很突兀 只是觉得 这些人真的是很热爱中国文化 才会这么努力地去练习 这么努力地去参加每一次表演 我觉得中国文化的影响 就是很骄傲 我希望我的小朋友 虽然他爸爸是美国人 他是混血 但我就是希望他可以挺讯告诉 我的妈妈是中国人 我会讲中文 然后我很骄傲 对 对这种自己的文化 要有这种中国文化的种子 在自己的心里面 她盛赞神韵演员技艺高超 相当敬业 期望神韵可以继续传递中华文化 看到这些舞台 他们都很年轻 然后他们的舞蹈功力又都很好 精气是很棒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们不管跳得多累 不管翻腾多少周 还是可以保持一张笑脸在脸上 就是给观众带来最好的观感 我觉得这是他们对自己这个职业最大的一种尊重 也是对所有观众的一种尊重 就是很棒 深远就是大家都很棒 我觉得大家都是挺值得为你们驾傲的 我觉得就是再为中国增光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欣宋生化 新泽西纽瓦克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